大家好,我是老科 大家好,我是小鲜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麦田怪圈 一说麦田怪圈 你肯定会想到的东西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麦地上 或者绿油油的农家,农庄地上 突然出现一个图案 麦田,是绿的吗 可以是绿的,也可以是黄的 大部分是绿的 那谁制造了麦田怪圈 怎么制造的麦田怪圈 为什么要制造麦田怪圈 麦田怪圈是不是真的是外星人 或者高维生物给我们沟通的一个图案 或者就是给人类一种无限能源 或者说是智慧的启迪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 我们先从麦田怪圈的历史开始 1966年1月19号 澳大利亚的一个香蕉农民乔治·佩德利亚 他目睹了一个叠转的 像个工艺品一样的东西 从他身边飞过去 他说这个东西有32英尺缠 大概就是12米左右 12米缠 25英尺宽 也就是10米左右宽 这么一个东西从他身边飞过去 他俩把它从那个拖拉机上震下来 他正在工作 对他正在工作 然后他立马到那个东西飞起来的地方一看 发现那个地方的地上 出现了一个碟形的东西 碟形的草垫 就是草倒下去 像现在麦田怪圈那样 当时他不叫麦田怪圈 因为出现这个东西的地方是一个芦苇蛋 是芦苇被压下去了 所以他把这个东西称为查碟巢 几天以后在墨尔本一所高中 有200多名师生 亲眼目睹了一个像佩德利说的这么一个东西 从学校外的天空飞过 然后这些学生啊 立马就冲到那个飞起来的地方 也看到了类似的查碟巢 这个其实是最早我们可考证的 准确的麦田怪圈出现的地方 到了1970年以后啊 简单的麦田怪圈呢 开始在英格兰南部的威尔特郡 牛津郡 萨莫塞特郡 以及格洛斯特郡的田地里面定期出现 定期出现 而且数量越来越多 他们基本上都在往上 突然之间就出现了 但是当时呢 形状都比较简单 没有你看到那种特别牛洋的团 都是一个圆 一个圆 或者一条长条 一条长条 可能外星人的画画技术 那会儿有待提高 对 这么几十年发展是蛮快的 1980年以后 麦田怪圈的图案 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逐渐发展 就是它的发展不仅是复杂 而且规模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从最开始的一个圆 可能就有几米 到后来几百米 几百英尺 也就是1980年以后啊 这些图案越来越精美了 才引起了单地电视台的注意 才把这种奇怪的麦田怪圈 推向了公众的视野 公众才注意到 当时一些研究这种 麦田怪圈的人 坚信啊 这种复杂的这种植物弯曲 不被折断 又突然出现的这种情况 肯定不是人力所为的 一定是外星人 或者某种超自然的形成 其实从麦田怪圈一开始 就是1980年代 被电视台报道以后 认为谁制造了 这个麦田怪圈的这种东西 就分成了三派 第一派呢 就是说是自然形成 第二派呢 就是玩笑派 就是纯粹就是人类 开给大家的一个玩笑 有些人又做剧而已 第三派呢 就是外星人派 但当时啊 就是谁都没有证据说是 我就是对的 没有 到1991年 两个人突然站出来说 麦田怪圈就是我干的 这个不准 一个是澳大利亚的英国人 道个豹 一个是英格兰南韩普敦市的 代夫乔丽 这个两人亲自站出来 对何人承认 从1970年开始 所有的麦田怪圈 都是我们干的 所有的麦田怪圈 7年之前 7年之前不就1966年 那个麦田怪圈吗 澳大利亚 还没有成型吗 但是他们出示了200多个 麦田怪圈的设计港 而且他们说啊 他们其实造着玩意很简单 就是拿一块板 两边穿线挂在身上 去压那个麦田 不行了 然后 多难 是啊 你也觉得不可能是吧 因为有些麦田怪圈 特别巨大 就两个人压很久 能压得到今天 其实1991年以前的麦田怪圈 还可以做 两个人还可以干 后来的 后来的基本上 可能不是个团队都很 我觉得是那个外星人 听到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说是他干的 我就不信了 你说你干的是吧 我给你画个复杂的 你再不去背 你背啊 为啥当时会有人先信了 就是他们出来以后 他们在电视 火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一直到1996年在混合 因为当时他们直接 在电视台的拍摄下 花三个小时时间 就制造了一个 还不错的麦田怪圈 只能说还不错 还不算是精致 而且那个麦田怪圈 还是有些地方有粗糙 其实到1999年啊 2000都有各种各样的人 在用他们的方法 制作各种各样的 图示的麦田怪圈 而且制作的都很精美 比当时精美多了 但是很快就有人 站出来打了他的脸 一个美国生物学家 威廉·莱文古德博士 发现麦田怪圈的 我们做过受损的方式 根本就不是这 是亚的 对 根本就不是亚的 而是像微波炉里面 直接把草杆放在微波炉里 微波后产生的一种现象 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说法是 他们研究的那个麦杆 对 它是从麦杆那个关节处 从里面爆开 对 里面爆开了 就像微波炉的微波一样 从里面搞的 不是那种物理作用 对不是物理作用 压碎 压倒的 而且他们 倒幅的麦田 就是麦 不管是麦田 倒幅的农作物 其实可以继续生成 如果是你压断它 是不会继续成长 对 它还能继续用导致长 对继续导致长 而且发现 在麦田怪圈的 土壤里面的土质 矿物质 产生了结晶现象 这种结晶现象 必须是在瞬间的 15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 才出现的 所以才会出现 有时候那个麦田 连续几年 它都会出现那个情况 那段的麦子长不好 它就长成那样 对 那一块 那个圆形的麦子 它就长成那样 原因就是因为 土里边的那些 矿物质结晶了 所以两边的展示就不一样 所以很快就打了 这两个人的脸 有的记者就拿着这些资料 去问道德鲍尔 和大夫乔李 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没有明确的回答 然后就有人质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要做呢 他们其实也答不出来 为什么要做 你想1970年到1991年 21年时间 默默无闻 从简单到复杂 那么有毅力的 去干这件事情 我花这个精力 干点别的 我早出名了 对啊 而且就是 那个麦田冠权出现在全国 全世界的不同了 他们要花多少时间 在路上 不 根据出国记录 他们就没出过一个 对啊 就是对不上嘛 对不上 就人来去做这个事情 就人的本性来讲 对 所以很多这个麦田冠权爱好者 包括很多人都猜测 杜格和戴维的故事 其实是编造 其实就是英国国防部 与美国中央情报局 还有一些情报机的勾结起来 把这些两个人推到前台来 混淆视听用的 政府是有意把这两个人推向前台的 就是为了混淆视听说 人为麦田怪圈和真正的麦田怪圈的区别 让人看不出来 让人无法分析出这些麦田怪圈到底传达了什么信息 可能就是政府已经掌握了那些信息 但是不想让公众知道 对有可能 在2017年 一个法国小青年叫比特 他在英国威尔特郡 录制到了麦田怪圈怎么产生的 猜到了 猜到了 其实我觉得 而且他的白天拍到 就是这么一个关球战 一去你看下面就出现了 所以说 我觉得外星人也好 高等文明也好 费这么大劲 可能对他们来说 费不了多大劲 但是至少也要做这件事情 肯定是需要传达什么 或表达什么给人类 对 否则他们费那么多事情 画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对啊 而且我觉得就是 人类对于麦田怪圈的形象 就是如果这超自然能力是正确的的话 这种对比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用手捏娃娃 和3D打印娃娃的区别 对 对吧 他们相当于是3D打印那个级别的 就是同样一个东西的话 我们相当于是用手捏这个级别的 对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这样的 这件事情在2001年出现了一个短期 这个短期要从1974年说起 1974年为了庆祝阿雷西伯射电万远镜 改建完成 单地的科学家就编制了一条无线电信息 这条无线电信息一共有1679个二进制数字组成 把这段信息发射向了距离地球25000光年外的M13球转星云 阿雷西伯信息里面最上面的是数字 二进制数字 一到十 下来就是人类DNA的元素 也就是碳 氢 氨 和磷 再下来就是人类核甘酸的基本成分 然后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双我们的DNA的双链结构 还有这个部分就是一个人 大概我们长得这样的意思 两个是两个 对 然后再下来这一个部分 就是太阳系的九大行星的位置 1974年其实它是九大行星 现在是八大嘛 那边是九大行星 最后这部分其实是标注了阿雷西伯太空外远镜 27年之后 2001年收到了外星人的回忆 它没有出现在阿雷西伯射电万远镜旁边的白天 是出现在了奇尔波顿天文台电波万远镜的旁边 它出现了四 世文外远镜的旁边 对 它天光望远镜旁边就是个很大的麦田 它出现了三个 那那个望远镜在那里研究人员 是不是一天早上起来就震惊了 对 第一天早上起来震惊了 发现了第一个麦田团圈 这个麦田团圈是一个人脸 那这个人脸经过他们侧风 还有很像五星上的那个人 就我们拍到的回忆 对 第二个麦田团圈就是这个麦田团圈 被称为阿雷西伯回忆 它也像阿雷西伯一样 由1674个点构成 一模一样的 只是形状不一样 你看 它最上面也是数字 这个数字的二进制数字 我们解读不了 有可能也是他们的一道石 第二部分呢 是他们的DNA的成分 也是碳氢氧氧 但他们多了一个 多了个龟 然后根据下面的这个核酸 核干酸的形状来看 也是跟我们一样的这个核干核酸 但是他们的DNA不是酸链 是三链 这个是他们的样子 头很大 跟小灰人差不多 对 跟我们意象当中 那个外星人差不多 对 差不多 然后下面这个呢 是他们的星球的排度 那他们可以 我们人类现有知识 可以知道他们的东西吗 没有 还没有找到 最后这个是他们接收这个信息 用的我们设计 是一个打掌鱼样的外星 在此之后 很多人就觉得 麦田团圈是不是外星人 或者是更高级的生物 传给我们的一个信息 我们是需要解析它的 只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 正确的解析方式呢 这个麦田团圈被叫做 巴伯里城堡麦田团圈 这个麦田团圈出现在 2008年6月1号 在巴伯里城堡附近出现的 天文学家麦克里德发现 它其实就是派 派 它名字1926 对 它就是派 你知道 它是用角度来表现派的 那这个度是怎么去做的 没有 它是把这个圆 等分成了这些度数 不是角的一度一百度 它是等分成十分 对 就是派 3.14159265 4 不久之后 意大利出现了这样一个麦田团圈 大家看这些好像 跟之前的麦田团圈 也没有什么区别 似乎它也隐藏了一些东西 这个麦田团圈呢 出现在2011年6月20日 也是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的瓦布莱索基野 出现了这个麦田团圈 这个麦田团圈 为什么单独拿它讲呢 因为你看它周围 是不是有这么几个东西 这个点 按照阿斯科码 拼凑出来后 就出现了几个字 Anki Anki是苏米尔神话中的一位水神 它是水瓶座的代表 按照苏米尔的立法 2010年左右的时间 应该是地球从栓鱼时代 走入水瓶时代的时间点 刚好在2011年 意大利出现了这样一个 带着Anki密码的麦田团圈 所以我觉得这个外星 应该是苏米尔人的好处吧 所以就有人觉得 做麦田团圈的不是别人 就是阿努纳基 就是尼比鲁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麦田团圈呢 其实就是要告诉地球人 你们现在从一个时代 走入另一个时代了 你们要低反一些东西 接受到这种信息后 他们继续解析 因为刚才你们看到 麦田团圈的时候 我们解释了这些点 中间这些你看 还有一些小点 这些小点排布也是很有规律的 中间还有一个这样漆满星 传达的是什么呢 它肯定不会无意义 经过解析后 咱们发现 这个形状和432赫兹的声音图 非常像 这个中间 这个漆满星 对 这个漆满星 432赫兹被称为宇宙共鸣频率 就是有人说 水的频率 宇宙的频率 大自然的频率 和地球整体共鸣的频率 就是432赫兹 人类在这种 在这个赫兹的声音里面 会感到柔和温暖舒服 然后身体会觉得放松 伤口甚至会愈合得更快 所以有的人认为 这次中间的漆满星 其实就是告诉人类 我们可能会被拯救 而另一些人觉得 不是吧 不是这样 他们觉得 432赫兹可能代表着 一种能量的来源 可能是有人要告诉我们 我们如何获取 无限的能源的秘密 就在这个432赫兹里 这么神奇 对 现在还有很多猜测 对于这个 因为中间这个地方的这些密码 还没有被完全破解 也没有真正的破解 或者说法 只是周围的那个 确实是anti 是无疑的 至此 就是人们发现 解析麦田冠圈 不一定是数学 有可能是物理学 人们发现 往前解析各种各样的麦田冠圈 要出现各种各样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 这个麦田冠圈 很像磁力产 比如说这个麦田冠圈 也是个声波图文 这些 你看这个也是 这个麦田冠圈是什么 何具别一种 胆若离子体的一个运行轨迹 这个麦田冠圈 这个麦田冠圈呢 这个核物理学家会这样想 我看到的时候 我感觉像田冠圈 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人 就先信 是不是麦田冠圈 不仅仅是传达给人类一种 公式或者信息 而有可能是一些 工程蓝图 教给人类整个 制作一些工程原件 真的有人就这么干了 意大利的发明家叫 乌尔布布尔多 我不知道我翻译的对不对 乌尔布布尔多 这是他在领音上的一个简介 他自称是一个 自己是发明家 他通过麦田冠圈的一些灵感 把麦田冠圈做成蓝图 然后设计了一项 他自己的工业机械 他发现 觉得这项工业机械 可能就是无限能源的一个钥匙 什么样的一个钥匙 这样 这个是麦田冠圈 这个是他设计的机器 伯尔多呢 他在2010年的 摩德纳的一个小会议上 展示了他的设计 就是这个东西 他在会议上用软件 演示了这个东西的工作原理 但是他自己手工制作的这个原件 还没有达到他自己预想的原理 按他的说法 这个原件其实是靠磁 弹缓 重力和杠杆 实现一种无限能源再生的情况 对 循环利用的情况 但其实这个不符合热力学第一学定律 对不对 但是他觉得麦田冠圈的 这个麦田冠圈给他的启示 完全可以做到说无限能源再生 只不过说是现在 他自己还没有完全理解 这个麦田冠圈 完全给他传发的信息 所以呢 他还在不断的研究 他在工程机械模拟软件里面 当时视频里面 他这个装置的运行还是非常流畅的 但是可能是缺少某些参数 他制作的实体是 不是很无限 在这理论上 理论上是 是OK的 对OK的 其实讲到这么多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外星人一定要在麦田上画这个拐权 而且一定要用什么加密的文单 为什么不直接把公式写给你 对不对 第一 外星人不一定知道我们能不能看到他们写的公式 因为文字不一样 第二个是 如果你直接把这个东西写上去更像恶作曲 而不是说是我一定要传达给你什么东西 还有一种说法 其实就是说 这个麦田怪圈的这些东西 既然是领先我们很多科技的外星人传达给我们 甚至有可能是高维生物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那么这个麦田怪圈不应该在三维中去解释 有可能外星人或者高维生物 他们是四维的 他们的工程蓝图 他们的很多东西也是四维的 只是我们的想象力和我们现在的科技 局限了对他的理解 这个东西最后解释出来 很可能就是无限能源 或者让人类科学跳深一步的这种蓝图 我也觉得那个 其实我觉得麦田怪圈 就是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四维的传达 在三维的世界的投影 对 这个麦田怪圈我们看到是一个三维的东西 然后从天上看可能是个二维的东西 但是在四维世界里面 它可能是个非常立体 对 然后时间这个线的一个立体的东西 那个都不一样 可能很立体这么一个蓝图 对 但是到我们这只能投射成三维 甚至见到二维 所以我们要解释它的时候非常困难 对 而且我觉得如果一个高维生物想去传达 或者想跟你做交流的话 他可能要给你设置一定的障碍 不能太直白 先测试一下你们的理解能力怎么样 你们的科技发展的怎么样 你说这个我觉得我想起 就像酸命你们远不直接说出来是吧 酸命那个还跟这不一样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还是尝试一下那十万英半的门大家 简切做不到 dropdown 打开恶 这就是我这个冬枪的